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春晚阳讲谈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蔬菜是否的问题 今天可能大家发现 我的脸晒黑了 也穿上蹭衣了 这就说明 现在春暖花开 气温回升了 是种菜的大好季节 我连续满洲种菜去了 所以大家也赶快动手吧 该干什么干什么 种菜要成功 主要的因素是四个方面 第一 品种选对 选好的种子 第二 季节种对 第三 肥料是好 第四 才是浇水 所以肥料是其中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好多人有一个误区 以为我新做的菜床 去买土的时候 问人家 人家说 这个可以种菜 这个很肥 其实那不是 那仅仅是一个改土的材料 种菜的时候 还必须根据不同的菜 专门的施肥 那为什么需要施肥呢 我们在施肥上 有一个原理 叫做渔除原理 这就是说 我们从土壤里面拿出什么 必须补充进什么 土壤肥力 才能维持平衡 否则的话 经过几年以后 土壤就 慢慢慢慢变瘦了 越来越没有生产力 好多草坪 只知道解 不知道施肥 这是草坪变差的一个 重要的原因 因为肥力慢慢慢慢没有了 今天说种菜 说到肥料 那有四个方面 要注意 第一个 土壤不能代替肥料 肥料也不能代替土壤 两者必须均匀的混合 所以填了肥土不算 还必须装备施肥 第二 不同植物的蓄肥特点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有的植物蓄肥多 有的植物 不需要那么多肥 用同样的方法 去给不同植物施肥 那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蓄肥量大的 那会握着 发黄 蓄肥量小的 会被烧死 所以要根据不同植物品种来施肥 我会对一些主要的植物 怎么施肥 装提来讲 今天就简要的说一说 粗略的分 就是三大类 第一类 长叶子的草本植物 比如说草坪 白菜 青菜 这一类 凡是吃叶子的 它需淡肥特别多 也需要充分的灵脚肥 蛋肥不够 它发黄 生长慢 第二类 吃果子的 叶子 草本植物 比如说 黄瓜 茄子 西红柿 豆子 土豆 等等等等 这些植物 需要适量的荡 但需要充足的灵活脚 第三一个 细肥量小的植物 所有的木本植物 细肥量都明显比草本植物小 耐肥性很畅 同样的肥料 给草坪湿了 草坪好 那里面的树 或者旁边的树 就必然出问题 这是为什么 就说草坪或果树 不要混重 如果说是在树木多的地方 给草坪施肥 一定要舍各一代 按照给这个蔬菜施肥的方法 去给树木施肥不行 按照给树木施肥的方法 给草 给菜施肥也不行 所以要分类对待 这是因为不同植物的耐肥性 不同造成的 再一个 植物正常生长 它必须的元素是16种 有益元素是30多种 那就16种的话 少了任何一种 它都 生长不好 甚至会 病死 有益元素的话 没有 它可以长 有了更好 通常 需要量最大的 是烫青养 但这三种植物可以从空气 水当中得到 它需要从土壤里面得到的 需要量又大的 就是荡菱角三大元素 荡 是活成蛋白质必须的 长叶子必须的 磷 是植物积累养分 必须的 所以这个 结果子的菜 结快根的菜 快进的菜 都必须有充分的磷 甲 是保证植物生理代谢 正常的 保健康的 所以甲也必须充足 但它的问题在于 蛋 多数时候是以这个 硝酸盐的形式存在 容易淋湿 它不可能长期在土壤里面存在 零 就对土壤的这个酸碱度有要求 如果酸碱度不是中性 而是偏碱或者偏酸 零的会不会固定 所以这是个土壤酸度会受影响 甲 或蛋差不多 它是以硝酸盐的形式存在 甲盐的形式存在 所以它会容易淋湿 也需要补充 虽然量不到 但是它到后期会缺 那这施肥 就要围绕植物这些不同的特点来对待 植物需要的养分形态 都是无积盐的形态 也就是说 蛋 它是硝酸盐形态的 磷它是磷酸盐形态的 甲它是甲盐形态的 比如说硝酸钾 磷酸钾 这一类的 硫酸钾这一类的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防止人能利用的东西 什么蛋白质啊 脂肪啊 淀粉啊 油脂啊 植物通通不能用 它必须经过 小动物和维生物的分解 在土壤里面发酵 转化成无积盐形态 植物才能利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常说 一定要凹凸凹凸的原因 这也就是为什么 适用有机肥 必须埋在土壤里面的原因 否则的话 它不分解 植物是不能利用的 这里要特别提到一点 有的人 把家里面 吃肠的这个 过去食物 肉 骨头 直接埋在土壤里面给植物施肥 这是不但没有好处 还引起卫生问题 招惹小动物 招惹蚂蚁 更有甚至 把废油 油脂 埋在土里面给植物淡肥料的 这坏处更大 因为大家知道 学过化学的都知道 油脂分解以后 剩下的就是 二氧化碳和水 没给土壤里面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 所以 这样做法 对植物营养没有任何的好处 相反 油脂会堵染植物野子的气孔 会堵塞根系的水孔 这会让植物憋死 千万不能这么做 肥料方程的基本知识 因为说起肥料 有很多叫法 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叫的 比如说从来源来看 有农家肥 它通常是有机肥类 还有化肥 化肥的话是工厂里面 用矿物做成的无机肥 或者活成的无机肥 从成分来看 有单脂肥 比如说尿素 是单脂的氮素 氮肥 俘化肥 通常见的蛋铃角俘化肥 从肥效来分 它有塑效的 也就是水溶态的肥料 还有缓效的 它通常是有机肥 或者是通过工业工艺 把这个塑效的水溶肥 做成慢慢释放的缓湿肥 或者控湿肥 从方式来看 有底肥 或追肥之说 那这里特别说一说 什么叫底肥 什么叫追肥 底肥 就是在没有种植物之前 放进土壤里面的肥料 叫底肥 它不能是简单的埋在土里面 就叫底肥 它必须是根据土壤 跟土壤充分混合 必须是根据你要种的植物 来配方出来的肥料 这个叫底肥 追肥是种了东西以后 再撒进地里面去的肥料 叫追肥 通常底肥的话是用 控湿肥 或者是有机肥 追肥的话是用水溶性的塑效肥料 具体每一种菜 怎么种 怎么施肥 我专题在讲 这里不多说 分三个类来说 底肥 种叶子菜的时候 可以把欧透的鸡份 按照每平方米 20公斤 均匀地混在土里面 不种东西之前混进去 你再种叶子菜 播种也好 移栽也好 这样菜就长得好 随后每过三周左右 在追肥 追塑效的水溶肥 果子菜 用鸡份你就不能那么多 10公斤一个平方米够了 但是这个时候 就可以加土壤花花季进去 蛋过多 结果子结不好 开花开不好 追肥 就用水溶性肥料 树木 千万不要用 塑效的化肥去追 而且只能在冬春季 雨水多的时候 用牛粪就好了 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 肥料丁 千万别给树木丁 看着 看着简单 但是它含量太高 夏天树木会出问题的 去年烧死了好几家 还有写着 all purpose的肥料 它说是通用肥 但并不是说所有植物 用了这个也可以 只是说所有植物可以用 但必须根据不同植物 再配方来用 具体的方法 我在字幕里边 再给大家介绍 然后 再对主要的蔬菜 比如说砍瓜 佛手瓜 分别再给大家装题讲 谢谢大家 祝大家种植愉快 请大家 记得点赞 记得订阅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